台卫十足的网红凤梨吴红义 近年靠着直播爆红 幽默风趣的个性受到不少网友喜爱 一举一动经常掀起话题 近日凤梨和YouTuber JoeMan CrazyMan疯难的陈辉合作拍新片 主题是八九对决 没想到却引起部分人士批评 有网友在网络发文质疑说 为什么台湾就是有人喜欢去捧这些八九 给他们流量帮他们炫富 是嫌台湾的八九还不够嚣张吗 对此凤梨深夜在脸书发文表示 JoeMan本集的对决 因为本人顾虑到现在社会风气不佳 许多有心人士在发布预告时 就开始在带风向引导 所以本人经过评估后决定将片段删除 当初的本意其实是以趣味性为主来拍摄 但是上片前看到一些有心人士故意引导 本人生怕拍摄初衷受其左右 导致影片违背拍摄本意 故决定把片段删除 对各位万分抱歉 你们在想要看叔叔 演绝头这样啊 角头系列电影作品 在过去成功受到关注 去年地影集版正式开始拍摄 集结前三部电影卡丝 由蔡震南 高杰 王世贤 郑仁硕 孙鹏等人主演 该影集有不少黑道兄弟 打斗 叫嚣 追逐场面 拍摄现场相当大阵仗 而去年凤梨叔叔曾在直播询问网友 如果自己演绝头 粉丝是否会想要看 如果叔叔会演绝头 角头啦 你们在想要看叔叔会演绝头这样啦 我是说如果而已喔 我现在说的是如果 如果 你能听懂吗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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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叔 来角头 你们在想要看 你们在想要去看 没想到日前叔叔在IG 惊喜PO出拍摄现场画面 解下零时接到电话 叫我一早六七点要起床 说要拍脚头 这是什么啊 看得我你三年帮你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 看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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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死者吗 感谢感谢 哈哈哈 哈哈 哈哈 哈哈哈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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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一陣子啦 我要跟你們聊一下 聊一個問題 我今天去台北 我今天去台北 對啊 有踏出啦 如果啦 我說的是如果啦 如果 如果 叔叔 腳頭啦 你們想要看叔叔 演腳頭這樣 我是說如果而已喔 我現在說的是如果 如果 你怎麼聽我 你們想要看 你們想要去看 如果有一天 我們再見面 聞倒 什麼叫聞倒 想看就想看 不想看就不想看 有必要說話這樣嗎 酸民 有必要說聞倒嗎 蛤 酸酸演腳頭 欸 說這個我在跟你學白講喔 酸酸 酸酸今天特別去台北 特別去台北 見面 討論一下 看酸酸 下去演 演的話 會不會適合拍腳頭的老闆 我們今天見面 他問叔叔說 鳳梨 你會不會有興趣 我們這個腳頭系列 從腳頭開始 腳頭都這樣 不錯 感覺大家的回想蠻熱烈的 共鳴蠻那個的 蠻大的 有這個機會 你會不會有興趣 大家一起 一起玩一下 一起那個 演一下這樣 酸酸 沉思了一下 沉思了一會兒 叔叔直接跟那個 跟那個老闆說 很感謝你找我演 但是 至於演腳頭這個部分 我是覺得我應該 不需要演 我不用演 我大概就是 正常發揮這樣 應該就可以了 完全不用演 懂我的意思嗎 連紋身都已經紋好了 根本不用紋身貼紙 沒錯 沒錯 要裝法還是要幹嘛的時候 我都不用紋啦 不用再紋了啦 大家想要拍戲 可以找叔叔 拜託 我想跟他對戲 我剛剛在忙 啊突然我那個 我的經紀人 一直傳LINE 你被動就在揮 XXX XXX 超一十一啊 一直在那邊 咪媽 柯振東找你 是不是 送雲華 不知道這就是公事 等一下我還沒跟下面的認識 我的我的左下角是 他是何浩晨 也是一位演員 你好 浩晨你好 男生的話是柯震東 女生的話是宋文化 對對對 就是剛剛 你經紀人說Cue你要來的 我在跟你說是抱歉原來你是柯震東 對不起 對不起喔 對不起 為什麼 為什麼 叔叔不要這樣 抱歉喔 為什麼 叔叔為什麼要跟我道歉 我真的不知道你是柯震東喔 你伯沒有在看電視喔 對不起 沒有關係 你幹嘛跟我道歉原來 叔叔是屬於那種啦 生意人啦 我知道我是 Business那種你沒有 Business 對對對 叔叔是想知道你平常在隔離的時候 都做些什麼事 因為我們剛好聊到這個話題 他叫外賣 然後外賣沒有通知他 對 走我了 有在看電視 外送夥伴有可能將你的餐點放置於門口 一個年輕人出於公司的門口打開 公司的門口沒有 Business 叫年輕人坐電腿下去 他把你拼在一樓的肚子 你在那裡跟你爬 拼在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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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躺在那是要躺在馬仔 Business 準備要等了啦 啊 馬仔要拜年紀主任啊 他沒講耶 他就 丟下去了 丟丟在他 你怎麼處理啊 處理 我很想處理 餒 到現在找不到那個外産員 好紅耶 你的臉在潮紅耶 對啊 你看到我們都沒有這樣 叔叔他看到你很緊張 他的魅力怎麼那麼猛啊 他知道你要出現 他本來想要去妝髮耶 所以還化個妝 我最近才在研究喜劇 我真的覺得你的喜劇節奏真的是 很厲害耶 乙劇 我一直 我一直認為我是 走那個 偶像的路線 你是啊 你失言 我說他是啊 他就偶像耶 我前面都講 好多人在看 結果我經紀人 經紀人幫我申請那個什麼 粉絲團 什麼藍勾勾 什麼用出來 什麼變 變喜劇演員 跟我有自己想的不一樣耶 這個很煩耶 你們白氣一下 到現在 我不知道怎麼改回來 變喜劇演員耶 這喜劇演員真的是演員裡面最厲害的 還有那個海外的粉絲 海外的粉絲來IG問我 叔叔你好喔 我是你的粉絲喔 啊我看你是喜劇演員 請問哪裡可以找到你的作品 對啊 我覺得你在 跟你受訪問的時候是兩個人 對啊 是兩個人 他跟你講話 你 哇 瞬間切換 是嗎 不知道 我也可以很正常跟你聊天 看你們在講 有點帥怎麼辦 看你要聊什麼 我真的推薦大家 他想要拍戲可以找叔叔 拜託 我想跟他對戲 我真的會有說 你 他應該是不在意 我真的會不會 我真的會是不在意 你 我真的會不會